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一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阿解克斯 在项目中的一些应用 重点呢 介绍了阿解克斯 3.0.js 那个文件的一些用法 那这节课呢 咱们通过这个阿解克斯文件 咱们看一下 如何在项目中 咱们应用阿解克斯 来 我们先把这阿解克斯文件 拷贝到我们项目的 放到Publike下边 GS目录下边 放到这个下边 这样的话 我们能让所有的应用 共用这一个文件 那在咱们框架里边 用阿解克斯 最主要的是 那个请求UR的地方 有所不同 那比如说 我现在 随便在我们这个控制下边 建一个 我就不给那个项目 其他混合了 我直接建一个 一个演示文件 比如说建一个 DEMO控制器 DEMO.class.prp class.demo 然后这里边 Faction有一个方法 叫做Index方法 我们请求一个 模板页面 然后 有一个 比如说 Test 这里边 专门 用阿解克斯 来请求这个 那在这里边 我们用 Zs 里边 Display 显示一个模板 我们需要 到视图下边 全程下边 建一个 DEMO. DEMO的一个 目录 下边 新建一个 Index.tpl 一个模板文件 好 我们打开它 RTML 斜杠RTML HED 斜杠HED BODY 斜杠BODY 阿解克斯的应用 然后我们这块 比如说 随便写一些数据 然后这块来一个DV 斜杠DV 数据加载中 起个变量 ID 等于 比如说 叫做 one 随便起个名称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 在这里边 将 放入 公用 位置的那个RTML 3.0文件导入 S RC 等于 比如说 Public 下边的GS下边的 R.x 3.0.gs 把这文件导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它请去数据了 比如说 script 斜杠 script 我们可以做一个按钮 用一个按钮 点击的方式 比如input 类型 BUTTON 然后onclick 点击的时候 就不要页面一加载就显示 那点击的时候 去加载数据 加载 好 就用这里边的售方法 Faction 售方法 直接使用就可以 R.x 点 get 请求 我们这块 直接用 本模块下边的 test 这里边的 test里边的所有输出 都会 怎么呢 都会放到 这个里边 Faction DT 那我们只需要将 Document get element byid 获取到的 这个 one这个对象 里边 in er html 等于 DT 这样呢 我只要一点按钮 跟咱们正常写脚本 是一样的 只不过请求的 每个脚本 原来请求都是点 PVP文件 这里边只不过 变成咱们的 PasInfo那种 请求的操作 所以加载的数据过来 那在这里边 只要这里边有输出的 当然默认有调试模式 比如说你输出 一行一 记着这里边 不光是输出一行一 里边会有调试模式 所以呢 我们来访问一下 你看一下 Blockhouse下边 细说 PVP下边的 咱们现在放到了 是 Demo 这个操作下边 Demo操作下边呢 Indest Admin.pp 下边 Demo下边的 Indest 那我这话 必须得通过这个 然后 Demo下边的 Indest 看一下 数据加载中 现在我一点加载 你看 输出的内容 不光是一行一 还有这个调试模式 所以呢 咱们如果在 RX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调试模式 临时的关掉 比如说在这块 Debug 不然做一些小的细节的东西呢 有的调试模式 比如说我就要获取真价值 那么 就输出一 代表真 零代表假 那有的调试模式呢 你就不准确了 加载 这一行一就加载过来了 所以呢 框架里边 在框架里边 使用RX和正常使用RX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请求和数据 然后加载到页面 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 好多人一看是RX的请求 这边输出给页面 那这块就把大量的一个需要放那个 放在这个位置的模板的数据 放在这个位置数据干嘛呢 在这里边用了大量的输出 你记得 这个操作用浏览器请求 他给浏览器 你不用浏览器请求 RX请求 他会给RX 所以这块和正常写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 你该加载模板还是加载模板 然后 比如从数据获取到的数据 该分配过去还是分配过去 假如说分配一个 Hello 数据等于 一号一 只需要我们在这块做模板就行 看 这块 Test TPR 当然这个模板 如果你想往页面放的话 尽量别有包底体之类的 直接比如说来DIV之类的 斜杠DIV 比如说这块一行圈 模板 然后里边 比如说 里边咱们放上 $Hello 传过来的数据 好 你看一下 我正常请求这个模板 我现在不用这个 阿杰克斯请求 如果直接浏览器请求 那这个页面 就给浏览器 但是这里边 你看 查看 咱们来看一下 原文件 里边只有DIV 没有RTML 然后 如果我用浏览器请求的话 用阿杰克斯请求的话 你看这用阿杰克斯请求 就把这个模板 直接取缘 放到这来 但是放过内容 外层已经有RTML和包底体了 那你这里边包含的内容过来 如果有RTML包底体的话 就不符合 W3C规范了 所以这里边输出内容 你如果要阿杰克斯请求的话 里边 模板中的 这个内容里边 别有头部和尾部的那些 最外层的一标签 就是以内容为主 就把阿杰克斯输出过来的内容 放到这块来 和外层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页面 这样的话就会符合W3C的一些规范 所以说这里边重点 在写控制器操作的人 这个方法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该从数据库获取数据 然后显示 也不用说把所有的这里边 都写大量的echo 像咱们第一次做实验那样 那就麻烦了 就体现不出MVC模式了 因为阿杰克斯只是帮助浏览器去 在浏览器运行过程中 中间独立去请求的一个部分 所以里边页面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而且在这模板里边 该用什么特效还用什么特效 一定要了解这个流程和原理 这样的话咱们才能灵活应用 好 那咱们用这个简单写一个 比如说再做一个控制器 简单咱们用它做一个 比如说阿杰克斯常见的操作 比如说阿杰克斯6M版之类的 假如说我做一个消息类 减错了 咱们来第二个实例 比如说叫MESF.class.plp 那我们需要在这块 class MESS 然后我们看一下 如果用做一个阿杰克斯5刷新的 这样的一个留言板 我们结合框架来一个这样的应用 那我们首先需要有几个操作呢 肯定得显示一个界面 就显示一个整体的界面 操作 那我们就定义成 我就不写注释了 定义成index的这个操作 然后我们有往数据库保存 有往数据库保存的这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就 Faction SAVE 往数据库保存 有从数据库读取之后显示的 那我们就是显示 VIEW 等等这样的几个操作 在这块 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界面做完 这次里边的 Display 很简单了 只是咱们就把这几个串起来 咱们试一下 能不能实现咱们想要的那个效果 好 然后这里边通过这个实例呢 咱们主要注重一些细节的东西啊 好 这里边咱们建一个MESS目录 在这里边 先把留言板的一些界面写出来 index.tpr 看一下 htm 写个retm hed 写个hed 标题 阿杰克斯 阿杰克斯 或者评论的恢复 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留言板 包得提 写上包得提 好 那这里边呢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 分三部分显示 就像我们这样 上面 就两部分 上面是接收消息 下边是 你留言的一个框 你点留言框 上面就有消息 然后呢 做用是无刷新的 那我先做一个表单 form 写个form action 他需要把数据一点 提交需要保存 所以这里边 啊 接着阿杰克斯的话 如果你这块写action的话 那就麻烦了 他就会一点确定按钮的时候 就会把数据怎么的 提交 那页面就跳转了 有form 一点那个提交按钮 他就跳转了 所以咱们表单里边 你可以什么都不行 然后你直接 提交按钮 用input按钮就写就行 比如这里边 用户名 谁说 input类型等于 tst 然后名字等于 username 来个用户名 就是你输入谁 说的内容 我这会用test吧 说的时间呢 可以在服务器里边直接组合 列 比如说是40列 行 比如说是5行 然后做一个开始留言的一个按钮 input类型等于button 然后 v6值 等于 提交 记得我这会用的不是submit的提交 因为你要是按submit的提交 整个表单会过去 那就是会刷新了 先当时不想刷新 然后在这会儿显示 divid等于mes mes 专门显示消息的区域 数据 加载中 假如没有数据 我们就让数据加载中 然后 faction 当然我们这会儿要想用artx的话 上边你得将artx导入 等一会儿再导入 斜杆script 然后一点击提交的时候 我们让它发送 比如说faction 这块加上onclick 点击的时候 第二个方法就是发送的方法 比如send 那我们这块 faction send 发送方法 怎么发送呢 那用artx发送 那你就需要 把这里边的数据 整体的 都怎么当 都处理好 然后一起用artx传过去 而不是通过表单的那pose 传递了 而是用artxpose传递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里边数据都拿出来 比如说 这里边 for 起个name吧 叫做fm 所以这里边 所以这里边比如说 VR用户名 等于 document.form.username.vru一直 这个吧 直接把这个username拿过来 然后这会儿也起个名字 内容 name等于 contnt 当然服务器那我就用文件存了 不用数据固存了 然后 VR contnt 内容等于 document.form.tnt 好 我们来弹出一下 username 连接一下 contnt 我们一点按钮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两个内容获取到 我们现在访问到 这应该是mss下边的index的了 数据价的用上面有数据呢 aabvb 提交 哦 是两个对象 那两个对象呢 我们得用对象里的微流值 点vru一直 点vru一直 刷新 好 aabv就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发送给什么 用它去保存就可以了 那 当然你要把数据拿过去 到数据 往数据库插入或什么的 那个都很容易做到了 好 有的数据值了 那我们先用阶层格式是比较好处理的 所以我们 直接用阿杰克斯 当然用阿杰克斯之前 我们需要在这块 src 包含 public下边的 gs下边的 是阿杰克斯 3.0.gs 包含这文件 这块负责 这个记责 负责 将 表单 数据 提交给 服务器 使用阿杰克斯 提交 那表单本身是post的 那这块我们也可以用模拟post提交 所以阿杰克斯 点 post 提交 提交给谁呢 提交给 $UR 当前模块下的 SAVE 保存 那提交的数据是什么呢 咱就用阶层格式 比如说 用户名 冒号把用户名点 微丢值给他 然后呢 CUN TNT 内容 是 CUN TNT 内容点 微丢值 拿过来 然后 要不要返回值呢 这块呢 你再看 如果不要返回值的话 因为现在服务器 我只想保存 现在不需要返回值 那我现在 就用post 这么写就可以了 这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提交 这块到服务器端 这个里边 提交给这块 那我这是保存 保存呢 因为接收的都是用post接收的 刚才用post 我那边用post接收 所以形成一个消息 就等于 用户名 用户名只通过 $下方线 post里边 用户名 获取的这个 然后用户名 再连接一个 冒号吧 然后再连接一个时间 DT 当前的时间 就是 比如说 年 年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谁在什么时间 说了什么内容 再连接一个 冒号 再连接一个内容 大楼下方线 post里边的 post里边来个 cont 内容 然后我就直接存 就以 怎么存 怎么取的 所以我这块直接用br换号 再连接一个br换号 这就是一条消息 然后 我 假如说我文件 你存 那文件呢 就存在根目录下 假如说是 那存到的一个文件 就等于 当前目录下的 mesr.tsc 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 我首先fopen 当然我数据库存 你就直接连接数据库 就行了 打开 file文件 以最佳的方式 写进去 $ for fp 然后下边 cicclose fclose fclose $ for fp 然后 这块是fwitfrate 往fp里边写的内容 是mesr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写进去 稍信一下 aabvb提交 但提交之后 看不到效果 为了能看到效果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 把它清空一下 假如说提交成功的话 那有返回值 我们在这里faction 这块我们用不用返回值 都可以 因为只要保存的话 不用返回值也可以 那我们就在这块 不加这一块 直接将 username.v6值 等于空 直接将 cntnt.v6值 等于空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 当前提交的数据 ccc dd1.t 下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打开 看一下 时间 什么都有了 这只是写入 那我们看一下 读过来怎么办 负责读 faction 咱们在接收 接收 接收 我们也用 r.x 点 post 用点get 接收吧 接收的时候 $ur 然后斜杠 看一下 嗯 斜杠是 接收 咱们这块 有一个方法 专门是试图显示 这块 就view 那我们就直接请求 view 这块 把接收到的内容 数据 data 咱们放到这来 然后 这块 可以创建一个 嗯 vr mess obj 对象 等于 document.get element byid 获取到 上面的 mess 这个消息 然后 把接收到的内容 mess obj 点 iner html 直接等于data 这样的话 只要一掉这方法 就去接收了 一掉那方法 接收了 那末日呢 我们可以设置 比如说 咱们现在没用 那个socket 做不了推送的东西 那就得每隔几秒钟 去请求 比如说要是一个 实时的一个留言板 那你就每隔几秒钟 请求就可以 当然我这块 一点发送完之后 也可以调用下这个 你看 一点发送完 清空 数据都清空了 然后re vice 掉一次 这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接收一些数据 数据就会显示一次 小心一下 这样 666 444 提交 当然我们这里边 没有去读数据 所以这会儿 我们就直接 echo一个 先把那个调试模式 可以关掉 然后echo 然后echo file put 这应该是get 得到文件 哪个呢 当前目录下的 mes ess s s tst 好 我们稍信一下 上边咱们说 谁在几点声说的内容 都可以了 看一下 那为什么我后边这块 有的时候提交两次再处理一次呢 有的时候是一个缓存 什么缓存呢 这块要需要注意一些啊 因为我们这块每次请求都是同一个地址 都是同一个地址 同一个地址就会经常出现什么呢 浏览器会把它特意的同一次请求会缓存 所以我们后边最好是 加上什么呢 一个随机数 math.indom 加上一个随机数 这样的话 我们每次请求地址都不相同 那每次请求地址不相同的话 就会把数据 每次都一个 都不会有缓存 看一下 就每次都读出来 然后呢 我当然也可以让他 比如说这是留言板 你只要一留言之后就显示 也可以做成 比如说聊天室那种 每隔几秒钟去获取的内容 但这种呢 就变成了阿杰克斯这种留言 比如说你评论的恢复啊 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做 就是一个请求 阿杰克斯请求 一个用阿杰克斯读取 那在服务器端就是一个 保存的一个方法 一个获取的方法 当然在没介绍数据库 就可以搞定这种 像微博上的评论呢 恢复啊 留言呢 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去做 都是可以采用的 非常的容易 那有的时候 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传递这个阶层格式 这个数据的时候 数据的时候 我们最好 因为数据是组织上 阶层格子传过去的 但是如果这个数据值里边 有大关和冒号这种情况 就有可能把阶层格式给破坏掉 也就是我们在输入内容的时候 在这输入内容的时候 里边讲说 这块 也是一个阶层格式 A冒号 10 对吧 在冒号 斗号 然后 username 是 hello abc 然后 内容 有可能是 abc hello 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 怎么呢 有可能会 跟 本身的 因为它本身 咱们写的就这种格式 会跟接生格式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冲突之类的 你看 当然咱们这边有的 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做 所以呢 一般用post的 你获取的时候 最好把它转成一些格式 特别是汉字的东西 那转成什么格式呢 就转成urm编码的格式 这只是个建议 如果你不冲突的话 可以不写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尽量去写一下 这样编码传输的时候 会更安全一些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函数 在这边吧 比如在这话 我们用 假如说 ex cap 用这个方法 在这块 加密 然后 当然标题和那个 用户名标题 这块和数据那块 都是excap 把这两个加密了 然后获取显示的时候 在放之前呢 怎么的 帮它解密 用一个函是什么 unexcap 这不是解密 就是加编码和处理编码 所以存逆是走的时候 是一种编码格式 取出来显示的时候 再转回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写中文 比如说 这样的一些中文 或者什么的话 也都不会有问题 你看显示的都会正常 但是存储的编码格式 有可能在这会儿 你就看到了 你看 这个密 密转成 我刚才 密刷新 我刷新一下 好 取出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种 加的文件 看一下 我们把中文都转成了这种模式去存储 中文转成这种模式 这样的话 这种格式 除了英文数字 那其他的所有符号 都会转成这种编码方式 那存也更 更安全一些 也不会把这个阶层格式破坏掉 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里边任意去存 任意存数据 这叫阿杰克斯的一些留言应用 还有一些 咱们前面呢 曾经呢 做过分页 那有可能 有的时候呢 咱们也需要 把分页做成阿杰克斯的分页 有的时候必须用阿杰克斯分页 就比如说 像咱们后边的项目 跟这个 比如说咱们这块 因为我这个是跟这个留言板登录 它俩是一体的了 重新登录一下 里边省的便里面都是一样的 SECS登录系统 比如说我们这块 假如是添加栏目吧 你看 我一点击这个 出了一个这个框 那有好多人做的框呢 这个弹出框呢 它是怎么做的 是先都把数据都有了 然后隐藏一点的显示而已 那样做的话 那就不太科学了 而怎么做呢 只要我一点击这个或点击浏览的时候 创建一个DIV 然后里边数据 里边数据是干嘛呢 重新用阿杰克斯请求过来放到这来的 一点击的时候都是当时处理的这个步骤 而不是先处理好隐藏的 然后我选择图片 比如说第三页 第一页 第五页 或者回到第二页 等等等等 那我得点分页的时候 整个后边 因为它是在一起嘛 怎么后边没有刷新 所以呢 就是每点下一页 都用阿杰克斯重新请求 把数据架载过来 然后那一放就可以了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就必须得用阿杰克斯分页 那咱们就得需要对原来的阿杰克斯分页 进行一下改造 比如说 我们先来 把数据 先来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吧 先做好一个分页的 然后咱们得做一下阿杰克斯分页的 比如说 在前边的咱们有一个 商品 就拿这个商品表 我简单做一下 原来这太复杂了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 不然的话都在原来上改 你有可能看不清楚 我就在后边做一个 也是显示数据 那我这会儿叫显示数据 我就叫的一个售方法 售方法 这些都不要 把它尽量简化 然后 等你每一个环节都知道的时候 你再 你再把他们这些功能都组合 多搜索 加分页的用阿杰克斯实现 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需要显示这条记录的模板 Display 我们在这块来 商品 把这个做成一个 叫做售方法 售方法 打开一下 这是跟原来没有什么差距的 这个都可以留了吧 然后 每次点下一页请求方法 都没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号直接用 show gods 下边的 show 直接动访问 因为这是密加链接 没有s 看这个分页 下一页 下一页 原来你看的是 它是阿杰克斯分页 我在上面 加上一些东西 表格上面 加上一个 scraft 鞋盖 scraft s 是 document.write 输出一个 new date 加上 br放行 你看一下这个 时间 你看 上面时间 现在我这个阿杰克斯分页 你看时间就是变化的 因为它是 重新刷新请求的 你看 11.25 都是变化的 那如果把这个部分 做成阿杰克斯分页 就是 可要让它不变化 可要让它不变化 那怎么做成阿杰克斯分页呢 那 我们就需要 做一些改造了 中间的内容用 比如说 中间显示分页的地方 看好了 我单独把分页那块 f page 做成一个模板 单独把分页 做成一个模板 然后把这里边 便利分页的部分的数据 比如table这块 将这个模板 ctrl 吸附置一下 复制到这个里边 然后用阿杰克斯来请求他 你看 用阿杰克斯来请求他 我这块就原封不动 我把它关掉 你看啊 放到这了 然后本身的这个地方 瘦模板里边 这块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一个 div 比如div 斜杠div 这块写个id等于 比如说 配置分页 然后我们就 这块写上 分页数据 加载中 我把中间分页的部分 原来是写到这个模板里 现在我把它去掉了 而是放到哪了 放到独立的一个模板里去了 现在我再刷新一下 就是只有数据加载中了 所以我想办法中间的数据 用阿杰克斯去取 而不是页面直接发过来 而把它放到这个 这个分页的模板里边去的时候 我需要在这块做一个 Faction App配置 一个分页的控制器 因为 它对应的模板里需要显示数据 所以我就需要把这里边 需要有显示数据的东西 全拿到这里来 也就是这里边 我现在只用到了一个谁啊 只用到了一个display 就是显示 售方法 对应售模板 就是为了显示一个什么 显示一个界面而已 仅此而已 然后中间 阿杰克斯请求谁啊 请求这个方法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会把数据给到 就会把这个数据 还会请求什么 这里来一个什么 $Z4里边的 dcplay 请求这个时候 他就会找App配置这个模板 会找这个模板 那这个模板就会加到哪去啊 就会加到中间这个内容来 所以咱在这块需要 用阿杰克斯 咱们去处理 当然了 上面这里边有可能没报阿杰克斯 咱这块加上一个 src wpublic 下边的gs下边 阿杰克 阿杰克斯 3.0.4 3.0.js 4.4.5. 所以我现在只需要 做一个方法 在这块 faction 设置页面的一个方法 SET 配置 里边只要传一个UR 我就能将请求UR部内容放到这里面 所以这块只要做一个 是page obj对象等于 document.get element by id 获取到page 把获取到的内容 page obj.in.html 这个内容等于 我们从阿里克斯传过内容放到这里边了就可以了 那既然有ur了 最符合写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使用阿杰克斯里边的.get的方法 用他只要请求的ur 就会把里边的内容数据 你看dget数据 直接给谁啊 直接用page obj.in.html 直接等于谁 dget这样的话 只要用阿杰克斯传过来的数据 只要用阿杰克斯传过数据 就会直接给他 而他呢就是加到这来 然后默认的 set page 方法 默认网友的请求 第一页 dolaf ur 然后f page 下边的 page是1 默认的请求第一页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重新刷新 这个摸板里边 中间内容已经没有那个摸板了 而是加载的这个摸板 我们看一下行不行啊 稍息一下 好 过来了 那中间的数据 就是阿杰克斯提交过来的 当然了 我如果想在这里边 不让他显示那个 那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因为他也是一个操作嘛 你看 就过来了 这样的话就用阿杰克斯加载过来第一页 但是光加载过第一页是没用的 我们必须把每一页都得重新用阿杰克斯请求 所以这块是一个问题 怎么解决这问题 你看 现在我请求第二页的时候 你看下边状态栏 是一个独立的重新的请求 你看一点刷新 请求这来了 而如果我想做到这点怎么办呢 用做阿杰克斯分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每一页都要用到阿杰克斯请求 也就是你点每一页都让他调用到谁方法呢 都要让他调用到 这个方法 也就是下一页的时候都要调用这方法 就每个页面都要通过他去请求才可以 但这个方法在这一面加载文阿杰克斯分别过数据里边 那些链接里边扣过来的 也假如说后期处罚的肯定是加载文这个的方法 所以在加载过来的页面中完全可以调用到这个方法 那你需要对阿杰克斯这个类进行改造 因为咱们直接用的那个框架里边类 那怎么改造呢 因为像分页类呀 上传类还有验证辣码类呀 都是框架的扩展功能 所以呢你可以自己写怎么用都行 比如说原来咱们那个类在这分页类在这 你这个类在保持不动的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继承的关系 比如说或者是单独写的关系 把它放到这了 那这俩类同名我前面改一下 我叫做阿杰克斯配置 然后在这里边需要改动的是 把类名改成阿杰克斯配置 这样呢这个类名就变了 那我现在这块只要换一下阿杰克斯 就变成阿杰克斯这个类对象了 而不是他俩现在功能当然是一样的 因为只要换一下类名嘛 用的就是这个类了 而不是咱们后框架中的那个 直接那个配置那个类 换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将这里边的 每个链接的地方全改掉 这里边有链接的地方 你看这是有链接地方 原来链接就直接走到什么http请求 这样他肯定会怎么的 一定会重新跳转的 而如果我们这会想办法 让他调用JavaScript 比如说JavaScript 冒号 这样的话就能调用JavaScript 调用JavaScript什么东西呢 setPage这个方法 那里边的请求就通过JavaScript 这个方法请求了 因为是后处罚 这个方法肯定是能调用的 然后这里边 数据 扩回来 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 能这块只是 第一页有效 那我们这块 我把这个放到下一页这块来啊 下一页这块 这样他我能看到效果 JavaScript冒号 setPage只要对这个类进行改动一下 然后一直到这会 回来 我们这段话 你看一下 我只改了一些下一页 你看一下 下边的方法 看一下下面 你可以盯一下下边状态来看一下 就不是 你看 点六的时候 点六的时候 我这个没改动 他就是RT冒号 Loghost的 细说PPI的命下边的 什么什么 配置等于六 而我点下一页的时候 底边就变了 链接变成 加速画的赛的配置 里边直接 也是那个地址 但地址是通过这个方法去请求的 所以你看 我点一下下一页 你看 页边就变了 看一下 然后呢 我记着 首页这会儿也直接改了 直接就回来了 下一页 首页 这样的话就变成RT冒号 你看这时间 11点33分 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RT冒号 处理的话 就像他每个部分都RT冒号 处理 这也是RT冒号 分页 咱们配合框架的一些用法 那现在 我就可以将所有连接地方都这么改了 这块有连接的地方 然后 这块有连接的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有连接的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有连接地方 好 这个地方改掉 然后 我们这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要加上这个 这个地方改掉 只是简单的把原来连接换成一个RT冒号 请求而已 别的的 没有什么 好 你得看 当然其他的你要想 在细节 在细化一些去改啊 好 第三 第四页 第五页 现在也都可以了 也都变成RT冒号 请求的了 首页 墨页 你看 三十五 然后 上一页 下一页 跳转的 我们一改啊 你可以去 呃 去改一下 这样就行了 RT冒号 那我们 咱是写成为要分几遍写 那这个只是实现了功能 咱们总一下过程啊 先显示一个页面 然后在页面中 RT冒号 在请求他 他在把他那模板放到RT冒号的请求的那个位置 然后原则就是让每个链接的下一步链接的地方都改成用页面中的这个方法去请求就行了 但是我们没觉得咱们还有一个步骤需要处理吗 假如说页面数据很多 我看完第一页 看完第二页 看完第三页 我现在觉得又想看第二页回来 又想看第一页 现在咱们做的是每次请求这个页面 咱们都是重新请求的 那如果已经请求过的页面 我们可不可以缓存一下在客户端 这个当然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只要把我们把缓存过的数据 像这 放在客户端的内存里边 然后下层客户的内存再取就可以了 内存里边有请求过的数据 就从内存取 内存中没有的数据 就从重新的服务器取 那加了scribe的里边对象 只要浏览器不关 数组也好或者变量也好 都在客户端内存存着 都是不释放的 只有浏览器一关 才会释放的 所以浏览器重新打开的时候 这些缓存就会没有 那借助这一特点 咱们就可以写 比如说 我做一个缓存 叫做VRCA CHE缓存 等于 NU A-R-R-R-A-Y 一个数据吧 一个数据 然后 我这里边 把请求过来的数据 到C-C-H-E 线190U A-R-R-R-I-R-A-R-R-A-Y 用这个作为下标 用UR作为下标 中 等于 列 destin revis 既写一个页面又放到缓存里边 然后我们在这里来判断 在这地方 如果 CHE里边的UR 这是什么的 有数据 有数据我们取吗 取个法 如果没有数据 我们从哪话 从 用阿里克斯到服务器取 如果有数据的话 我们直接要 配置obj.in.html 就直接等于CHE 综号UR 这就是接能够缓存 那这会用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里边 一个UR是对应一个下标吗 一个下标数据就缓存一次 所以你访过的页面 它就有一个独立UR 就会独立的缓存在数据里边 访问10次 数据里边就10个元素 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你看这是第一页的数据 第二页 第三页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再回到第一页 速度就会很快 第三页 为什么呢 它是从客户端内存取的 那怎么验证这一点呢 你看 如果是用阿杰克斯请求的 我就弹出一下 UR 如果不是阿杰克斯请求的 走这会儿就不会弹出这个UR 那我刷新一下浏览器的时候 那客户的内存都会重新更新一下 你看 默认刷新一次 然后点第二页 弹一次 第三页 也会弹一个UR 第四页也会弹出来 但是我再回到 第三页 第二页 第一页 它就不会弹出了 所以不会弹出 说明它走的现在就是 一个 缓存 所以这话就是 声明一个 数组 作为 缓存 当然这功能 你可加可不加 我只是顺便 对于这样的 选择之类的 请求过的 在客户端请求过的 这样的缓存 再请求 别让它从英文服务器去找 这样减少服务器的连接 能节省很多效率 因为用物有的时候 操作是比较频繁的嘛 那这就是阿迪克的分页 并且配合框架 是如果使用的 当然了 你可以把它拆分成 在不用框架情况下 也是大概这个道理 只不过就把 咱们现在这个操作 换成独立的一个 PAP页面而已 所以这就是阿迪克斯 咱们在项目中 常用的几个地方 一是 咱们第一个讲了 是如何在框架中 用阿迪克斯 第二个是 咱们用了框架中 经常用到的评论 恢复 这样都是阿迪克斯实现的 咱们也实现了 然后呢 还有阿迪克斯分页 等等吧 那自动校验之类的 那些阿迪克斯应用的 就比较简单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项目中的阿迪克斯 一些常用到的一些技巧 一些技术 和大家讲了讲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兵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上碑 洛盈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村民共觉晓 处处学 PAP 在天院做 比例 再订阅 学习 学习 PAP 众里寻他 千百度 不难回首 那人正在学 PAP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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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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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